它完全不是看自己的收入 它是完完全全为你客户着想的 真的是像这样的经济 真的是 我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买卖豪宅更要找Sofia 那我们这套4100平尺的小豪宅 在已经上市几亿周呢 就成功地售出了一个 在此期创了历史最高纪录的价格 其实在两周前呢 同一条街的邻居才仅仅卖到165万 我的客人呢 期望值呢 也没有那么太高 那在一周之内呢 我这边就 卸了10个买家出offer 最终成交价是206万 那我的客人呢 非常非常开心 今天也特别兴奋 那么现在呢 就请舒珊呢 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她这次受访的感受 我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 我今天的呢 房子呢 卖了206万 6万 哎呀 太高兴了 真的是我 我这个房子呢 是在北边 Rosehaven那边 是在New Market那边 对 海北 海北的这房子 East Green Blue 真的是前两个月 这个对面最高的价钱 才卖160几万 我当时就想着 我能卖190几万 我就很开心了 但是今天呢 真的居然能卖到206万 我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真的是我太高兴了 这真的是跟Sofia的这个 她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真的因为她不仅仅是专业 她而且呢 她你看各种策略 她从开始给我的房子的布置 她给我的做的一些建议 包括定价 包括后面要 要什么时候 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工作 我知道的 就是非常的 各方面 她都有一整套的 就是说自己的一个策略方法 所以我真的其实挺佩服她的 她能够帮我今天这个价钱 卖到这么高 并不 真的不是偶然的 真的是她跟她的这个专业 还有她的付出 真的是完全分不开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让我非常感动 就是她不担当 就是整个团队非常的专业 这个房子呢 本来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房子 但是呢 经过他们这个豪宅销售团队来 来做的整个来 来那个设计啊 从头到尾 布置完以后呢 我就已经很惊讶了 居然我的房子这么漂亮 真的是我这个一布置完以后 我就 我说我都舍不得卖了 这是我的家吗 哈哈哈哈 天呐 这不是来了吗 电话太大了吧 然后呢 我就一下子就信心来了 我当时信心来了以后 我就把价钱给 心理价位就提高了 但是呢 最后卖的价钱 比我这个提高的价位还高 所以她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当然苏比亚她确实是 不光是他们的整个豪宅销售团队的这个整个很专业 然后呢 她的自己的这个付出 她的工作也是真的是兢兢业业 她整个的安排啊 然后呢 另外最重要的真的是她的这种奋献精神 她完全不是看自己的收入啊 她是完完全全为你客户着想的 真的是像这样的经济真的是 我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我碰到过太多的经济了 她很多就给你放一个listing 然后有的呢 最多给你印一些广告 她的单张啊 给你宣传宣传也就这样了 但是Sofia她不是的 她给你不光视频 还有那个整个的3D呀 然后呢 她做各种宣传 她做了很多工作 我知道的 然后呢 她还有那些视频 照片 整个一展套出去的 包括staging 然后呢 就是在她可以宣传的这种sauce上面 她都宣传了 所以说我这个房子后面就是来看的人 也一下子非常多 我一数大概都有 就那么几天时间 80几个看房的 80几个看房的 所以才能卖得这么好 这真的是也是很关键的 主要就是 就是跟她的专业精神 奋献精神 真的是分不开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买卖房子一定要找Sofia 买卖豪宅更要找Sofia 她真的是 不仅专业敬业 真的是找Sofia呢 会让你放心 安心 而且开心 哈哈哈 真的 ول或者这是 utan Butt! 请不吝点赞 gets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